谁能想到 第一个变身超级赛亚人的 不再是悟空 而是他的母亲基内 他不但领悟了超赛 还学会了超级赛亚人2的变身 为了训练悟空学会超赛 基内拉他进入时光屋进行训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悟空终于学会了超赛的变身 这让他与基内的战斗 变得更加激烈和有趣 又修炼了一段时间 基内对悟空说道 好了孩子 我觉得是时候离开了 你已经变成传奇的超级赛亚人了 但是别太自大了 出去之后 悟空告诉拉蒂兹 自己也学会超赛变身了 拉蒂兹当即拉着悟空进入时光屋 拉蒂兹想要测试下 悟空经过母亲一年的教导 变得有多强 在时光屋内 悟空和拉蒂兹之间 发生了许多史诗般的激战 两个赛亚人们 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了极限 由于这种过分的努力 他们提升了自己的超赛形态 到达了超一群功率 他们离开时光屋后 地球女神对他的儿子说 明天我和你将进入精神时光屋 第二天 拉蒂兹与他的母亲 一起进入时光屋 他遇到的情况 也和悟空一样 拉蒂兹被多次打扮 并与际内进行了许多艰难的战斗 但最终 他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在地球上 红仇断军开始收集龙珠 杂烩饭和布马 也在世界各地寻找龙珠 在一个干燥的沙漠中 一个年轻的小偷雅木查 找到了一个龙珠 命运让他们的道路相交 布马遇到了雅木查 布马请求他 陪同自己寻找龙珠 雅木查决定陪同他 由于雅木查强大的力量和技术 他击败了几个士兵 并取得了龙珠 这一事件 引起了红仇断军的注意 愤怒的司令员 命令布鲁将军消灭布马 在一个靠近大洋的岛上 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战斗 布鲁将军使用他的超能力 把雅木查固定住 然后对着他一顿输出 普尔也被布鲁将军杀死了 布马更是呆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在玩腻了之后 布鲁将军对着雅木查宣布 再见了 小子 下辈子投个好胎 解决完雅木查后 布鲁将军回头看向布马 现在轮到你们 随着一声枪响 布马害怕地闭上眼睛 可他没有感觉到疼痛 等布马睁开眼睛 看到一个人站在他面前 那人对着布鲁开口 去死吧 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 说完之后 他用一股能量波 消灭了所有的士兵和布鲁将军 布马认出了悟空 尤其是他的头发和尾巴 但他不敢确定 于是 他还是问他的名字是什么 悟空大方地回答道 我叫卡卡罗特 我已经很久没看见你了 布马小姐 布马对他的外貌感到惊讶 因为上次见面 布空还是个小男孩 自己也要比他大一些 可现在 他却变得比自己高大得多 布马不知道 这都是将精神石光屋的功劳 不管怎么样 布马十分感谢 他救了自己 只是布马好奇 对方是怎么知道自己 遇到了危险的 布空表示 是自己的母亲告诉自己 布马正在搜集龙珠 而且不光是他 还有一伙坏蛋 也在搜集龙珠 母亲担心布马小姐遇到危险 就派自己来保护他的 布马这时提出 自己当初借过他母亲一颗龙珠 而且波波告诉过自己 龙珠可以实现任何愿望 布马请求悟空 用龙珠复活雅木查和普尔 悟空让布马别担心 自己保证他的朋友们 会复活的 安抚好布马后 悟空把雅木查和普尔的身体 放在布马的飞船上 然后他们马上动身 前往天神殿 再去神殿的路上 好奇 在没有龙珠雷达的情况下 他们是怎么集齐龙珠的 要知道 布马为了制造雷达 花了很多功夫 才求得他父亲帮忙 根据他父亲提供的龙珠相关数据 自己才能制造出雷达 悟空解释说 老天神与龙珠有着特殊的联系 所以他知道他们在哪里 在悟空去取龙珠的时候 布马一直留在神殿里 悟空从杂会饭那里取得了龙珠 然后他去了红酬断军的总部 此时士兵报告黑元帅 一个未知的飞行物 正快速向他们这里接近 布拉克副官当即下令启动第一防御系统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 都要彻底把他消灭 顿时密集的火力射向悟空 但对此时的悟空来说 这种攻击简直是儿戏 他轻松躲过所有的攻击 并用能量冲击 摧毁了红酬断军的防御设施 红酬断指挥室内 通过监视器 黑元帅和他的士兵们 看到了悟空正在靠近 他们甚至以为 悟空可能是个机器人 不一会 悟空摧毁了所有在攻击他的飞机 当他最后到达总部的时候 他向士兵们警告道 如果不想死 最好赶紧离开 但这些士兵都被洗脑了 没有一个人离开 悟空冷冷地看着他们 这是我最后的警告 悟空话音刚落 士兵们开始攻击他 此刻悟空知道这些士兵 已经无可救药了 于是他杀死了那些心意恶毒的士兵 一部分士兵被杀后 顿时许多士兵反应过来 开始四处奔逃 有些士兵还想要偷袭悟空 结果却被杀了 其中一个就是格罗博士的儿子 在悟空强大的实力下 红绸缎的士兵们纷纷投降了 悟空直接走进了黑元帅的办公室 看到悟空 黑元帅掏出了他的枪 试图杀了他 但悟空是无敌的 黑元帅被悟空杀死了 悟空觉得 一个被黑元帅这样的人领导的军队 可能会把这个世界变得很可怕 地球人应该追求和平与宁静 当世界面临极度的危险时 破坏神可是会介入 这对保护这个世界的地球女神来说 是一种食辱 听到这话 布拉克副官问悟空 你是在为女神工作吗 悟空诚实地回答 我的母亲是这个世界的女神 布拉克接着问道 你能告诉我 你的名字和你母亲的名字吗 悟空告诉他 保护这个世界的女人的名字是基内 我的名字是卡卡罗特 随后 布拉克将军和其他士兵们都投降了 布拉克甚至把龙珠交给了悟空 拿到龙珠后 悟空警告众人 赶快离开这里 去你们能去的最远的地方 我要摧毁这个总部 就在悟空准备动手的时候 他发现 一个人的气息没有离开 悟空找了过去 见到了正在抢总部里 所有钱的子罗兰上校 为了救自己的命 子罗兰请求悟空放过自己 自己可以把所有钱都给他 悟空表示 我对这个没有兴趣 我只是来告诉你 我要摧毁这个地方 你最好离开 听到这话 子罗兰大喜过望 他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了 在临走之前 他给悟空说 谢谢你 年轻人 我欠你一个人情 确保基地没人后 悟空发射出一束能量 将红仇断军的总部 彻底毁灭 等到悟空带着龙珠 回到天神殿 他们召唤出了神龙 普尔和雅木查 都被复活了 但龙珠的愿望没有用完 于是悟空问 布马的愿望是什么 布马花痴地表示 我的愿望是找到真爱 但我想我已经找到了 所以我没有任何愿望 等下 这里布马和雅木查 经历了生死 那他们以后还会分开吗 如果他们不会分开 那我们的贝极塔王子怎么办呀 真是可怜的王子 之后 雅木查感谢悟空和基内 复活了他和普尔 同时保护了布马 因此 雅木查成为了悟空 和基内的好朋友 不过雅木查表示 如果他更强大的话 就不会被那个 红仇断军的士兵杀死 雅木查请求悟空训练他 以便他能变得更强大 从而能够保护布马 悟空说他会在 精神石光屋训练他 不过得等自己哥哥和母亲 从石光屋出来 他解释说 在那里时间流逝的更快 这将导致更有效的训练 现在距离他的哥哥 离开房间只剩下一个小时了 这时布马给雅木查说 悟空告诉我 他曾在一个 重力更大的房间里训练 而当悟空在收集龙珠时 我有了一个 制作重力机的想法 布马说 他也打算为雅木查 制造一台训练机 因为他希望雅木查 变得更强大 他说他会在西都等雅木查 在他离开之前 布马表示 想要去参观精神石光屋 但他说他不想进去 因为害怕会迅速变得 一个小时后 石光屋大门打开了 拉蒂兹从精神石光屋出来 布马站在门口 会看到门另一侧的世界 感到惊讶 而雅木查礼貌地与拉蒂兹握手 很高兴见到你 我是雅木查 这是普尔 布马也热情地 给拉蒂兹打招呼 很高兴见到你 我的名字是布马 听到这个名字 拉蒂兹想起他的母亲 曾经提到过一个 叫布马的蓝发女孩 只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布马告诉他 他在精神石光屋里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事情 这是一个有点长的故事 但总的来说 你的弟弟帮助我们克服了困难 基内却仿佛掌握了一切 他让拉蒂兹不用困惑 自己会把一切都告诉他的 之后 布马向神殿的所有人道别 他带着制造重力级的任务回家了 不久之后 悟空和雅木查 进入精神石光屋 他们的计划 是在里面训练一年 雅木查 希望在这一年里 尽可能多地学习 只是以雅木查目前的实力 在一个重力是地球十倍的地方 光是移动就十分困难 而基内这边 根据他到目前为止 获得的所有信息 他得出结论 他的丈夫 已经成为了一个超级赛亚人之神 而自己很久以前 就获得了一个低等级神的力量 他一直试图突破自己的极限 将他的超级赛亚人形态 与神的力量结合 我们都知道 这种力量的结合 将会产生超级赛亚人蓝色 只是要做到这一点 对目前的基内来说 还是很难的 而我们熟知的悟空和贝极塔 之所以能够轻松变身超蓝 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天使做老师 但基内没有任何辅助 而且他也不想要任何人的帮助 他希望独立提升自己的神力 以向更强大的神明展示 他和他的孩子们 可以骄傲地站在强者之中 一天过去了 悟空和亚木查 完成了他们在精神石光屋的训练 亚木查有了很大的进步 他对悟空表示感谢 之后他打算离开这 因为亚木查在悟空的帮助下 学会了飞行 所以他不再需要飞机了 他开始向西都进发 基内再次进入精神石光屋 继续他的神力进化之旅 与此同时 悟空和拉蒂兹乘坐一艘 与那美克飞船相似的飞船 离开了地球 这艘飞船 是由神龙在他们收集龙珠时提供的 事实上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前往 一个没有名字的星球 飞船降落在一个没有大气的星球上 塞亚人下船并开始冥想 这是老天神传授给他们的方法 他们的目标是捕捉一个球体的能量 那正是超级龙珠 在太空中呼吸 是基内专门为兄弟俩开发的新技能 悟空能够感受到龙珠的能量 就在那个星球上 但他还不能感受到其他龙珠的能量 拉蒂兹对悟空感到惊讶 你真是了不起 卡卡罗特 你知道吗 即使是神龙 也不能仅凭自己 就找到宇宙其中的所有龙珠 悟空表示 他会试着感受其他龙珠的能量 即使这需要多花费一些时间 悟空继续尝试了几个小时 最终他感受到了所有的能量 拉蒂兹有点尴尬 因为他被自己的兄弟超越了 他对悟空表示 我承认失败 弟弟 这是你第一次赢得我们之间的比赛 我们回家吧 即便坐宇宙飞船 他们往返旅程也需要48小时 与此同时 在精神时光屋里 金内独自一人 成功地转变成超级赛亚人神 不需要任何一事 只凭他自己的力量 现在 他尝试将神的力量 与超级赛亚人二结合 经过大量训练 他成功地将超级赛亚人的力量 与神的力量结合 他的头发变成了蓝色 他也管这种形态 叫超级赛亚人蓝色 只是这种形态 消耗了大量的能量 金内想到 如果一种形态 已经消耗了这么多的能量 那么自己完成超蓝第二阶 会消耗更多 这样的话 对战斗极为不利 于是金内努力控制 超级赛亚人蓝色 使他不消耗太多的能量 当悟空他们回到地球时 悟空说 他已经可以感受到 龙珠的能量了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老天神的教导 金内也高兴地告诉他们 他成功地成为了 超级赛亚人之神 并创造了一种新形态 他称之为超级赛亚人蓝色 这全靠他自己的努力和训练 金内表示 自从他成为地球的女神以来 他一直在理解自己的心力 这很难 但自己终于成功了 而为了奖励悟空 金内决定 悟空将是第一个 学习领悟神之力的人 其次是拉底兹 经过几天的训练 悟空成功领悟超蓝形态 拉底兹虽然最终也领悟了超蓝 可他却比悟空多用了几天 之后 金内使用龙珠 让他和他的孩子们 能够说神的语言 随后使用另一个愿望 制造了一艘用来在太空中训练的飞船 并使用了最后的愿望 在精神时光屋里 创建了两个星球 以便他和他的孩子们 练习移动行星 几天后 布马和雅木查 带着重力机到达了神殿 布马和他的父亲 以及几个助手 一起制造了这台机器 金内感谢布马 重力机被安装在精神时光屋内 六个月之后 在这段时间里 金内和他的孩子们 多次进入了精神时光屋 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利用他们的神力 拉底兹和他的兄弟 在精神时光屋内 练习移动行星 他们的最后一阶段的训练 是跟着大界王进行的 大界王傲娇地表示 我可是不轻易受学生了 但因为你们有一个 有趣的人生轨迹 和一个高尚的目标 我会教你们一些我的技巧 并提升你们已经拥有的技能 除此之外 在这个地方 有许多战士 可以帮助悟空和拉底兹的训练 西界王得知 悟空和拉底兹被北界王训练过 由于他们是竞争对手 他派排骨饭去击败其中一个 只是为了显示 他的学生比对手的学生更优秀 排骨饭当即领利 他不仅仅是为了西界王的命令 更重要的是他很想知道 悟空他们真正的实力 他知道他们隐藏了大量的力量 排骨饭直接去挑战悟空 他说他来是为了战斗 所以让悟空直接拿出 他真正的讹实力吧 悟空表示 我不会在这里展示我的神志变身 这可能会引起比鲁斯的注意 所以这里不是我们战斗的最佳地点 但排骨饭不管这么多 直接攻击悟空 他们之间的战斗开始了 所有人都对悟空的技能感到印象深刻 排骨饭在这场战斗中 使用了他所有的招数 但他还是被悟空 以超级赛亚人2的形态击败 战斗结束后 悟空表示 排骨饭的雷电光击炮 是一种厉害的招数 悟空请求排骨饭 教自己这种强大的技术 排骨饭也表示 悟空这个人是值得尊敬的 排骨饭和其他战士 开始钦佩着两兄弟的力量和谦逊 可是我们都知道 超蓝形态是无法打败比鲁斯的 那么 机内和悟空还能开发出什么新形态呢 订阅野火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